上网课已经是疫情下的常态 包括全球网络覆盖率最高的韩国 但也因为网课的教学限制 学生的学习成效欠佳 补习班和私人家教就成为了救命稻草 只不过贫富差距在疫情中表露无遗 低收入家庭没有能力额外交学费增进知识 只能眼睁睁地落于人后 韩国从4月开始因应疫情实施远程教学 大多数老师预先录制教学视频上载到网站 学生无法及时提问 老师也不能第一时间解惑 这种缺少互动的学习方式 对于依赖公共教育 缺乏自我调节能力的学生来说是个灾难 对于依赖公共平要才能变成展 比 refere懂 jaw 韩国电影《寄生上流》 从富裕家庭聘用家庭教师说起 测写韩国这个僧多粥少的社会 孩子都不要输在起跑点 根据统计 75%的韩国学生下课后 还要参加私人补习班 除了正规学校 每个学生还要额外花费 1500令吉来补习 尽管韩国是网络普及率 最高的国家之一 但上网课终究还是拉开了 学生学习门槛的鸿沟 持续下去的话 恐怕会导致更多低收入学生失血 继而造成更严重的贫富不均 马兴社电视综合报道